洪塞轿车车身严重撞凹 旁边是骑士的安全帽 地上流有血迹 猛烈的撞击力道 骑士伤重不治 监视器排下过程 事发前第一辆机车经过 对象汽车准备弯入 左边的巷道提前切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 第二辆机车快速骑过来 机车撞上汽车人车倒地 第三辆机车也差点撞上 救车抵达的时候 已经有消防队员检查过伤势 是休假的队员刚好路过 赶紧停下来查看 当时骑士有微弱的气息 但是伤势太过严重 民众戴着安全帽 就躺在车子底下 还有微弱的呼吸 发生车祸的是红牌重击 骑士是33岁的李姓男子 伤势严重送医不治 汽车驾驶56岁的江姓男子 要转弯进入巷道 和对象汽车碰撞 警方初步研判 转弯车为离让执行车 是主要噪音 另外这个路段限速50公里 骑士车速太快也是原因 防止超速造势 张化警方连续三天交通大执法 张化线息八天内 有三件骑士车户丧命意外 因此从14号开始 一连三天交通违规大执法 总共取缔了169件违规 其中已闯红灯超速最多 TBS新闻陈家贵 陈志忠 吴淑萍 南投张化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